朋友不是人脉 朋友不是玩伴 朋友不是酒友 朋友不是你需要安慰的时候给你慰藉的人 朋友也不是你精神的庇护所 同时朋友不是轰来轰去的一个人群啊 轰来轰去扎堆的人 他往往不是朋友关系 他们是一群寂寞的部落啊 一个寂寞的部落而已 所以扎堆的往往不是朋友 朋友不是对你的任何意见或观点 都持有赞同迎合态度 显示出自己软弱的妥协 甚至在任何场合都能够为你打抱不平 能够盲目跟从的庸折 这样的人是根本他不是朋友 朋友很多时候对你非常严厉 甚至对你近乎苛刻 朋友很多时候比你的敌人对你更加严格 因为他不忍心看着你继续堕落 还有一点就是朋友很少是一见如故的 你想想看两个人之间要一见钟情 都是如此困难 为什么朋友之间一见如故 你就能够相信这种神话 有没有有 但什么叫神话 因为太少了吗 啊 所以很少是有一见如故的朋友的 很多人都以为朋友就是我的精神庇护所吗 啊 一旦我出现了自己无力承担的很多的烦恼 很多的抱怨 我可以不加思索的一股脑的向我的朋友输出 让他跟我分担 如果你现在对你的朋友是处于这样的一种姿态的话 那我想提醒你 你是个非常自私自利的人 你应该鄙视你自己啊 因为其实你是在本质上利用你的朋友 然后你说怎么会是利用呢 朋友不就是说我们应该无原则的相互扶持吗 无原则的相互分担吗 并非如此 你确实把你的朋友当成了一个工具 在未经他允许的情况下 在不替他思考的情况下 他成了你的语言垃圾箱 情感垃圾桶 人生如此短暂 你跟朋友在一起的时间如此宝贵 你怎么可以如此滥用 而且你自己都觉得很烦恼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加注到对方身上 其实你也知道他也解决不了的 你明明自己觉得很痛苦 你为什么还要让对方陪着你一起痛苦 这难道是出于朋友的爱吗 这就是一种利用啊 不知不觉当中 朋友就成了你的一个语言垃圾箱 抱怨是一种毒气啊 抱怨是一种债务 你是把这个债务交给别人了 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推协 你其实压根没有想到过 朋友他不应该是这么用的 因为朋友是无用的 说到了这个无用 无用就是无功利之用 你之所以交朋友 并不是因为朋友有用 用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思路 我们讨论任何东西的时候 第一个问题就是他有什么用 我们在选择专业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他将来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的用 你想中国连对佛 对偶像 对于宗教都是一样的 无事不登三宝殿啊 三宝殿是什么 是佛教的寺庙吗 佛殿吗 你没有什么事 你都不会去看看佛啊 你一旦要去看佛的时候 要么是你要搞签证了 要么是你在人生当中处于困境了 你需要他的保佑了 其实这就是一种利用啊 你需要他的时候 你就用他一下 你用不到他的时候 他就不存在了 临时抱佛奖 你看我们有多少的俗语 都是在讲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功利之用啊 功利之用 但是我要在这里纠正啊 朋友是无用的 我们之所以要交朋友 不是为了要利用他 不是为了要在安慰 需要安慰的时候 让他来安慰一下我们 这也是种用 不是为了要一个安全的宣泄渠道 因为我不能够跟别人宣泄嘛 所以我把朋友当成一个安全的宣泄渠道 我可以一股脑的向你宣泄很多不良的情绪 这也是种用 朋友不是为了索取 朋友相反是为了奉献 你之所以交朋友的原因 是因为你有那么多的爱要奉献 是因为你要付出 我们之所以交朋友不是为了被爱 而是为了去爱别人 为什么要爱他 因为这个人让你感受到了一种精神上 从未有过的默契感 他不是你的亲人 跟你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你跟他在同一个问题上 经常能够碰撞出这种精神上的默契感 朋友如空气 朋友如水啊 并不时常想起 但却无处不在 这就是朋友带给我们的一种同在感 这才是真正的朋友 而且人有的时候很奇妙 当你真的在实际生活当中出现危机的时候 很多时候你不会找朋友帮忙 你反而找一些跟你利益关系比较清晰的人帮忙 我们很少会向朋友借钱 我们很少会让朋友帮我们找工作 我们很少会让朋友出面去解决很困难的 去撸平很困难的困境 为什么 因为友情跟爱情一样 它是如此的精明通透 它是如此的纯洁美丽 你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大忍心 不大希望 因为我个人的原因 在不必要的情况下 让你的朋友承担起一些功利之用 我们之所以交朋友是因为爱 爱他 就不要在不必要的时候给他带来麻烦 同学们一定要记住 爱不是说我要给你什么好东西 给你不断的礼物 跟你说好话 爱他就不要给他制造麻烦 爱他就不要让他多为你操心 各位相信是都是很爱父母的 你真的爱父母 这个爱的原则也同样使用 爱你的父母 最关键的一点 不要让他们替你太操心 不要在不必要的时候增添他们的烦恼 对朋友也是一样 我们对于自己爱的人 我们通常都不愿意让他承担任何的功利之用 我们对于父母也是一样 很多时候我们不希望父母出面 帮我们录平很多的困境 因为他们为我们做的已经太多了 很多时候我们也不希望在友情当中 掺入任何非友情的 非质朴的要素 君子之交淡如水 什么叫淡如水 并不时常想起 却无处不在 是如此重要 但是我却不会让他承担任何功利之用 无需任何感官的刺激 既然君子之交淡如水 你就不要拿太多的颜料 把它给搞混了 所以在这里要总结一下 朋友他不是食用品啊 不是life daily啊 朋友是奢侈品 什么叫奢侈品 你一旦拥有它 你就感觉到心满意足 你对它没有任何实用性的要求 你什么也不做 当我当我出现危机的时候 你不需要做任何事 你只要陪着我 这个时候也许我们只不过是相互握手 但是那已经足够了 这样的精神上的默契和同在感已经足够了 我知道我一点也不寂寞 一点也不孤独 有你在我就不孤独 所以朋友是一种奢侈品